今早去到茶餐厅,有一个生客对其他熟客话。由于茶餐厅出品不佳,价钱又贵,有60%熟客准备帮衬其他茶餐厅。全部客人都表示怀疑,那位客人怎么知道有60%熟客准备帮衬其他茶餐厅。 同样情况,有移民公司说有60%港人准备移民。家庭月入15万占了17%,代表有很多高质素的港人准备移民。老实说,那间公司为了做生意而说有60%港人移民。 似乎有失风度,如果是真的,大家兜口兜面都是见到朋友准备移民。其实,现在要移民是很容易。最低限度都可以去英国。 根本不用麻烦移民公司。家庭月入15万的人会不会移民。有时候不好为了做生意而吹到这么大。 香港的移民高潮已经过去了。有公司调查所得。在2020年有9万3千人移民离开。去年则有2万3千人。离开的人都是有一个共通点。 并不是为了子女。而是逼不得已。移民公司要做好调查财发表报告。 不要将想象变成事实。有60%港人移民。生意一定多到做不完。